俗語也有說 綿綿驗身, 令你放心 只不過坊間這麼多體檢中心 怎樣才放心? 價錢和包製的服務 包製的服務 會否擔心看檢中心不夠專業 有機會 不知道 當你選擇去做的時候 你就要相信它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們認證對, 不對 我們不清楚 萬一選了一間不好的 豈不是隨時驗身不成, 反而嚇壞 為何會這樣都出錯? 我在你那裡抽血 你既去驗, 那從哪裡出了問題? 為何會錯得那麼離譜? 有事就變成沒事, 沒事就變成有事 陳小姐一月尾 光顧了旺角一間體檢中心 安裝了一個二人同行 收費1200元的驗身基本計劃 主要驗血, 驗膽固醇 同時再加多個2000元的虎科檢查 用超聲波照顧乳房和子宮 他於是, 如期去到體檢中心 誰知道還沒開始檢查 感覺已經很不舒服了 像我照超聲波一樣進去 醫生沒有穿袍, 穿著自己的衣服 照超聲波正常應該有個簾 拉著, 幫我替我換衣服 或者躺在這裡等醫生 他也沒有拉過簾 對面戴著這麼近, 用網鏡或是要特意看 其實也能看得到我這邊 檢查期間, 植員的所謂 更加令他反感 趙超聲波摘櫛 他知道我全身都是這樣 我當時用紙巾擦 我也是擦不完 然後我說, 我全身都是櫛 他說可以的, 沒問題的, 櫛 當成忌廉都可以 我想打一戴, 我全身濕透了 我沒試過照超聲波, 要照到濕透的衣服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做其他檢查 覺得這一家為何跟平時有那麼不同 好像很不專業, 這麼隨便 過程不似預期 陳小姐的確有點失望 但無論如何都不及 廣誡報告時嚇了他一跳 那個人跟我說 李峰和子宮都有很多粒纖維樓 很多水窿 那一刻我聽到, 我都嚇了很多 他沒有向我解釋為何我會有這樣 或者有多大粒, 這些全部都沒有說 然後他繼續說 不如幫你檢查有沒有癌症指數 為何我突然要檢查癌症指數 那一刻我都覺得, 不是吧 我沒想過自己會有癌症 那一刻也很害怕 超聲波報告嚇他一害怕 一個星期後的染血報告 更加嚇得他暈倒 第一件事就跟我說 你的白血球指數超標 很低的, 只有0.100 就看到上次科全部都是紅色的 就是白血球指數那一欄 但他就沒有跟我解釋 多少是正常 或者我是低了多少 我現在是多少 他也沒有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盡快找醫生看看吧 我問他 我說,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 或者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有很多原因 真的不知道 他說, 有機會可能是癌症前期 癌症前期? 看看他的報告 他的白血球數量指數只有2.21 比起正常最低的3.3, 明顯偏低 而當中的視中性白血球數量 更加指得0.18 比正常的2至7, 低了極多 我們問過醫生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其實很危險 白血球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身體一些的免疫細胞 對抗外敵 例如病毒 或者細菌 如果我們發覺 例如視中性白血球是低於1的 還要去到0.18 的確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而這些那麼低的水平 通常在我的經驗上 就是一些 例如他有癌症 癌症是入侵到骨髓 影響了那個製造白血球的功能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相關人士接受抗癌的治療 例如花癌 否則正常人不應該 視中性白血球到這麼低的水平 因為它代表它的抵抗力很弱 很容易受到一些 外界的細菌或者病毒感染 在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要緊急入院 那一刻真的很害怕 上次又是這樣說 這次又是這樣說 我會以為自己真的有癌症 因為當時我在親所 我拿完那份報告 我真的哭了 情況差成這樣 看完報告 看檢驗中心的人 有沒有即時跟進呢 他一說完這個白血球之後 我還沒問其他東西 他已經跟我說 還有你的膽固醇都過高 你有沒有吃魚油 然後就已經變成推銷了我的魚油 如果我真的這麼嚴重 我還吃魚油來做什麼 即是膽固醇已經趕緊 我還在想你做什麼 你不要再推銷我其他東西了,好嗎 我那一刻已經想快點走 再去找另一間檢查 我真的不想再聽他說其他東西 心情跌到谷底 陳小姐立刻拿著這份報告 去私家醫院求醫 醫生一看這份報告 立刻叫我入房 就跟我說 小姐,如果你這份報告是真的話 你是要立刻入院 他說你的白血球指數只有0.18 他沒見過這麼低的白血球 如果0.18 我的狀態有任何細菌入了我的身體 我會立刻死亡 醫生於是要他立刻留在醫院 重新再驗血 看到報告,確定沒事才能走 結果報告出來 白血球數量指數有8.6 之前低得0.18的 市中性白血球指數都有6.4 完全在正常水平之中 我那一刻真的很生氣 又生氣,又生氣,又傷心又害怕 全部都混雜了,整天很混亂 那一刻我想,為何有一間驗身中身 可以有這麼大的錯誤 別人驗身還是順利 或者是想有一個明確的 自己都知道自己身體是怎樣 但是錯得那麼離譜 令人那麼擔心、那麼害怕 不僅驗血結果藍原不徹 他在私家醫院重新照過的 乳房和子宮超聲波 結果和體檢中心做的都很有出入 醫院醫生還說 以他經驗的問題,他都看得出是梁靜 應該問題不大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你可以每半年回來檢查一次 看看他的增長程度 看看他的生長程度 會否很急速或很快 私家醫院跟舊那份對比 他都看得出了一些報告 其中有一顆是在同一個位置 他找不到,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很奇怪 為何突然… 之前去那裡看到有 現在一查看又說沒有 對,不知道出錯還是怎樣 懷著憤怒,戴著疑團 陳小姐上體檢中心問過明白 不過,中心職員這樣回答他 第一次的說法就是跟我說 其實有很多原因 會不會是你吃藥 你是不是有不舒服?那一陣子 陳小姐在體檢中心驗血的日子 和私家醫院在驗 相隔了一個星期左右 這些因素加起來 又沒有機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 正常都會有些上上落落的疼 是,但不應該是這個幅度去到這樣 正常我想如果你真是一個健康人士 沒有吃任何藥物 處於良好狀態 你又不是在接受任何一些 譬如我們說抗硬的治療 我自己覺得這個視中性白血球 你應該要介乎回到它正常的區間 譬如1.8至6.5這個區間 短短8天的情況下 出現這麼大的偏差 的確是不應該出現的 一來,我那陣子沒有不舒服 沒有吃任何藥物 二來,如果我真的有吃 你不是應該在我做之前 就是做檢查之前 你已經問我 或者跟我說明書 但他們從來都沒有這樣 你怎麼可以說出錯之後 就罵這些東西 究竟兩份報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出入 體檢中心又沒有出錯 攝氏的體檢中心 港九有幾間分店 規模不小 體檢產品也包羅萬有 不過網上劣評也一點也不少說 不少人都說他們態度不好 只顧銷售 驗身報告根本沒有去解釋 看回他們的化驗報告 對比施縣那份 也明顯簡單很多 驗血報告上 雖然有註冊醫務化驗師的簽署 但在超聲波報告上 我們完全找不到 任何放射師的資料 上面只有一位 簡單的醫生電子簽署 同時也看不到 任何醫學實驗室的認證 至於他們會由什麼人講解報告呢 我們以顧客身分打去問過 超聲波師照完之後 我們會有顧問 健康顧問或者是姑娘 甚至是營養師跟你講解 而這個報告發出來 就是醫生要寫報告的 我不是醫生跟我說的報告 是 結果他也是會解釋給我聽 會有什麼事 但如果我檢查有問題那怎麼辦 看醫生吧 小姐 我這裡不是醫院 所以我們會講解你聽 但是你可以拿回報告去跟進 我們這裡沒有轉介 如果你要轉介的話 我們有醫生跟你轉介 你可以寫一封轉介信 我們轉介信都要收錢 說到有醫生寫報告和轉介 但顧客全程都沒有機會接觸到任何醫生 而問一個接一個 陳小姐要求他們解釋及退款 誰知道負責人敢說 如果我們出了 其實小姐你可以去告我們 因為你認為是錯 那你就要醫生證明這個報告是錯 不要緊 究竟涉事體檢中心還有什麼回應 政府對市面上的體檢中心 又有沒有監管 留意明天晚上一次驗身 被他嚇傷 是否可說 我們將你們所來的 小姐就贈捏 你的體驗 你的體驗